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小儿科权威黄聪林医师 在GoodTV的爱家好医生节目 六年来探讨儿童及亲子健康 受到不少家庭喜爱 而四月起更将推出 全新形态的节目内容 全灵关怀 全新出发 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 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位 看起来就不像是 会心肌梗塞的外表 年龄 那突然之间就发生了 你会很意外 被我做心脏绕道手术的人 都没有一个像我这么肥肥胖胖的 所以我也是你自己这样讲 随着我们这些父母 也进入到三明治时代 我们不只顾小的 其实我们的长辈们 父母们也开始有身体的状况 我们很需要同时被equipped 就是对于年纪大的照顾的一些方针 还有自己自身的疾病 我觉得我自己也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也很希望能够把节目 扩大到全年龄 从小儿到银把族 从生理的不适到心理层面的焦虑 多元化的内容搭配实际案例 语谈的专家来宾轻松 带入生活健康议题 更提出实用的建议方式 一起活出健康人生 我家刚好没有RCP0 那怎么办呢 同样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吃它 我们希望它不要形成梗塞 不要囤积血小板 另外一个方法也就是多喝一点 温开水 让血液稍微快速的稀释一下子 我很希望这个节目带出 就是在我们已经知道 这些健康的概念下 可是我做不到 或是里面有一些困难点 就是你们都讲得很美好 可是它就是一些黑暗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浮现出来 如何靠着老师们 或是医师们的提醒 还有如何靠着信仰的力量 让我们去执行好 一个健康的生活 就是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得上帝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节目 很希望未来带出来的精神 全新形态的爱家好医生 将在4月20正式与大家见面 尽情锁定周一到周四 晚上7点半15台频道 官方YouTube频道同日推出 以上是GoodTV新闻中心 新北采访报道